这样子我们在爬的时候 我们的绳子就会可以在树木保护器里面活动 大手一挥抛出绳索 全副五双在树下准备开始 双手双脚来回并用 快速来到树木中央 离地约六公尺 固定好绳节点 再移动到目标物 拿出镰刀两三下功夫 残枝树叶瞬间掉落 整体动作一气呵成 不仅到处摊爬 还得像泰山一样 树木之间来回摆到 熟练手法以树为佳 这是潘树师工作日常 潘树师这个名词 源自于国外 近年来在台湾 组织的星期 好 经过赵冠门的训练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 我们树的中间了 不要看这短短急功者路程 还真的蛮累人的 不过透过这样的机器辅助 真的能够感受到 潘树原的辛苦 还有他们工作的内容 简单几个步骤可累坏了一般人 主要的工作是以保养 修护树木为主 无论是大树还是街边树木 都是他们的工作领域 必须得在树上 一直在工作 而且我们在树上修树 它是一个非常高压的 一个工作环境 因为它只要 一有失误或者是晃生 所以就会 你知道手上是拿了链锯 它是会一直带动的 所以不小心割到自己的绳索 它其实是一个重大伤害 雪文涵 三十岁不到 就练得一生潘树好功夫 她是第一位取得潘树师证照的女性 她表示要考取证照 必须符合三项资格 第一是受过急救训练 第二是受过空中救援训练 第三则是必须有 18个月数目工作相关证明 达成之后才有资格 而且这项证照并不好考 目前的话 全台湾40位潘树师 只有五位女生 然后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 第一个考到的女生 所以在准备笔试以及树科的方面 其实我们都是花了同步的时间 再去做练习 然后跟练习这个技术 只是我比较幸运的地方是 因为我跟的老师 就是我的老板 就是他们是盘树师 他们已经有考过的经验了 树科因为有时间的限制 然后还要靠你的盘树技术 够不够熟练这样子 所以就会再加上有体力的那个影响 对 所以我拥有很多的资源 然后他们给我很多的帮助 然后如果我没有考过了 那不是很对不起他们的感觉 潘树师得经过学科跟树科考试 学科考知识 树科上场测试 必须在指定时间内 攀升到一定高度 完成各项动作台通关 今年8月一共有12人报考 仅仅只有1人通过 在2015年以来 台湾通过国际数益协会考照的人 至今只仅仅有40位左右 只要先把绳子架在6到8公尺高左右 然后人就开始爬 爬到6到8公尺之后 最后再继续往上 最后大概要爬到15公尺左右 然后到15公尺左右 就是因为工作不是只有上跟下 所以我们到15公尺之后 还要做一个横向的移动 台湾第一位考取潘树师的翁衡兵表示 潘树师在美国行之多年 主要工作是安全执行树木工作 发展出了攀树技术 受限于部分环境 这样急剧无法进驻 为了保护树木 又达到维护效果 装备清检 机动性高 能达到树冠更沉角落 休闲估之 成了潘树师重要工作 潘树师它是一个算国际的证照 因为台湾就没有这样子的技术 也不懂这个东西 所以在台湾里拿的是潘树师的证照 其实可能也没有人知道 但是像我们如果拿这样的证照 像我们在疫情之前 不是很多台湾人会去打工度假吗 现在应该慢慢的复苏 最喜欢的就是澳洲跟纽西兰 像我们如果是有会潘树技术 然后又有潘树师这个证照 去澳洲打工度假 是可以直接去做这样的工作 潘树师待遇也不差 一次接案可以有8000左右行情 平均月薪可以达到5万以上 如果当月案量多 案员特殊 一个月甚至可以拼到10万以上 年薪百万 加上在喜欢的大自然工作 近年来吸引不少人前来询问 比如说假设他一天的薪水是8000 可是他可能连续修个10天就有8万块 可是连续修个10天就会累瘫了 所以一个月可以工作15天 应该算是很厉害 因为他是一个很耗劳力的工作 而且专注力要很高 潘树师一神玄命 看似不错的待遇 同样背负使命 持续用满满后减的双手 守护树木之命 TVS新闻令话来明 桃圆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